我们大家用打开创世纪,我们打开创世纪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二十节开始来读,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节,我们轮流读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会读它 responsively。 我们今天来说,无论善罗,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 不为成立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一人和一二人同杀,将一人与二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苏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罗说,我虽然是微诚,还敢对主说话,假如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 他说,我在那里,看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罗又对他说,假如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 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罗说,求主不要动你。容我说,假如在这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 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罗说,我还敢对主说,假如那儿有二十个,怎么样呢? 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会灭那城。 亚伯拉罗说,求主不要动你,我再说一次。 假如这里有四个呢? 他说,为这四个的缘故,我也不会灭那城。 我以亚伯拉罗说完的话,就走了。 亚伯拉罗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我们都经就到这个地方。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对亚伯拉罗应许要撒拉明年生的一个儿子。 当撒拉听见这句话,她在葬末里面,就心里暗笑起来了。 因为她说,我已经衰败了。 我的主要不然已经老迈了。 岂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当了解,撒拉这个看法是一点没错的。 沙拉是一个在自然界中间,受自然规律留书的常人。 所以她用自然规律,同自己人生的经验,来衡量上帝的话的时候,无可厚非。 今天有许多人不信主,你不要轻看他,你要了解他。 今天有很多人用他的理性,用他的这个经验,来抵挡上帝所启示的话, 你不要怪着他,你不要生他的情。 因为他们在自然界中间,所能明白的最多就是这样。 如果他能超越这个,一定是神的恩典。 当然用自己的理性,所以把钥匙来明白上帝的话,没有办法开通超自然的一方面的时候。 你只能求上帝给他更多的恩典,使他可以突破。 那因为亚伯拉是撒拉的丈夫。 撒拉亲身看见多次神的显现,神的启示,跟神超自然的工作。 所以神对他就有超自然的一个要求。 。 撒拉你为什么在心里笑这件事情? 耶和华其又难成的事情吗? 这里给我们看见信仰在两界中间怎么样超越。 我们的心在自然界中间没有看见的事情。 我们超越到超自然界,我们就能看见。 许多人对圣经的话不能接受。 今天对圣经的记载感到不可能。 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真正的神论的知识。 但你真正知道神是谁。 你知道神的书信。 你就超越了这自然规律的有书。 所以这里撒拉的不信是很正常的事。 而神的要求就变成信仰的标准。 神的要求是根据什么原则呢? 耶和华其又难成的事吗? 当你对神论的信仰正确建起来以后, 那么你其他的困难都迎刃而解。 当信派的人不能明白耶稣基督一切的神性的时候。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所信的耶稣是完人之犯的道德基础在哪里。 如果耶稣基督是完人之犯, 所以这个我们尊重就把他当作上帝一样来敬拜。 这种基督人的了解是从基督的道德性想象成他有神性。 而纯真信仰的方法的人刚好反过来。 因为基督是神性而自己道成肉身来做人, 所以他能达到人最高的道德标准。 所以我发现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主义,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哲学理论的错误, 都是从神修信的错误做基础的。 一个人的神论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他的启示论,他的信仰,他的所有的思维都全部玷污了。 所以当萨拉不能信神的应许的时候, 她应当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她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 她是照着经验不随便讲话的人。 她是照着经验不随便讲话的人。 我的身子已经败坏了。 她说,我一经早就停止了。 我的丈夫已经老迈没有可能了。 所以这种性事的经验我都知道了。 因为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说,我会生一个孩子呢? 因为这是我的经验,我的思想,身体的定律, 我丈夫身体的状况,都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些事情不能被承受到身体的状态。 上帝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笑呢? 耶和华其有难成的事情。 是从神论重新建立神迹的可能性。 从神的诸权跟神的全能重新建立神定律一定要成就的信仰。 所以上帝再一次肯定这个应许。 明年到了这个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来。 Sara,你为你生一个孩子。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对我们的知识慢慢增加, 我们的学问越来越丰富, 结果慢慢就衰竭下去了。 为什么? 教会当他们的牧师还没有神修, 报师学位以前,领更多人信主。 越多越高,教会人数越来越少。 因为当我们真的夸我们更多知识的时候, 我们已经忽略了我们的信仰的本质, 已经受这些我们自以为一可夸的东西所忽视而不自救。 我很不愿意过一个现代人, 这种有知识而忽略信仰的事奉的生活。 所以这几世年我做了一个反潮流的运动。 当新派注重基督的信和忽略基督的神性的时候, 我们重新用归正神教的正统性来争取长子的地位跟主流的价值观。 现在真通的生修已经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师徒传下了信仰价值观, 已经被挤到好像是唐门, 做到一样的非常热等地位。 所以我愿意在年老的时候, 求主应证我的工作, 用信仅做成耶和华其有难成事业的这些大业。 当然,建筑一个大的房子没有什么价值。 上一个教会最小的恩典就是一个大的礼拜堂。 上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恩赐就是圣灵浇灌我们。 圣灵是把圣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第三个位格。 祂能借着所启示的道建立我们的信仰。 透过我们对圣子的信胜过世界。 透过对圣子识以乎的功劳打开通天的道路。 当这些信仰失去的时候, 教会在地上就变成可有可无, 没有价值的一团笨人。 虽然他们可以从理性上得到很多所谓秀书的知识, 但是当教会失去信心的时候, 不但没有办法做见证, 没有办法胜过世界, 连自己的地上的地位也是被人所丢弃所侵犯的。 撒拉听见神重新固定祂所应许的话以后, 她就害怕,她就不承认,她就推脱其吃, 我没有笑。 从外面来看,她真的没有笑。 她是心中暗笑。 她忘记了上帝不但是全能的, 上帝又是看人心的上。 上帝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这些对话不必再讲下去。 神不愿意与人认论。 你投资多么好也没有用,我知道的一定不会错的。 所以三个人就不再讲话了, 就离开亚巴兰跟撒拉的家,他们就走了。 他们走的时候呢,亚巴兰就骑身,送他一程。 我很受感动。 一个老人,接待人客,到人客要走的时候, 有点拜拜就门关起来不管了。 我从我的老师学到一件事情。 季智文牧师,到86岁那一年, 我去访问他,我离开的时候。 他亲自送到门口,看我上车走,他才进房子。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很简单的礼貌都没有了。 我们不但不尊重老人家。 我们才以为自己新时代年轻人一定比老人什么都更懂。 所以很多年轻人,连最基本的礼貌,对老人家的客气都没有了。 我们好像认为,我跟你讲话已经给你大的面子一样。 每一次我跟年轻人握手的时候, 我注意他们什么回应,我就知道前途如何。 年轻人坐在椅子上,我跟他们握手的时候, 有一些就是这样跟你握手,眼睛还看别的地方。 还有一些不是,他们就跟你握手的时候,低头笑笑。 有一种的年轻人,跟你握手的时候,站起来很谦卑的, 知道你比他年纪更大。 这种很美的体态,这种谦顺又备的一种回应。 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有家教的人, 这个是有礼仪的人, 这个是上帝会赐福的人。 慢慢慢慢我看那些不肯站起来的年轻人。 我看他握手的时候, 我会握手一点点, 看他有没有握手, 如果过了一秒钟他还不站起来, 拉起来, 我说年轻人跟老人家握手要站起来懂不懂, 我就骂他了。 看完他们就比较懂得, 他不过是个右辈要有礼貌。 亚伯拉罕神的使者到他家的时候, 亚伯拉罕不但送到门口, 亚伯拉罕跟他走,送他一程。 这种文化现在没有了。 四千年前在米苏波大米就有了。 所以使者要不然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程, 就在这一程中间, 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三个耶和的使者其中有一个是上帝。 所以不是说呢, 三个人里面都是天使。 我当然不是说三人行必有一神, 我不是这样子。 但是这三个里面有一个是耶和华。 亚伯拉罕有一个很敏感的灵性。 知道这其中有一个不是普通的天使。 所以他以敬拜上帝的态度来攻击他们。 但要不然跟他们走一程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有一个很特别的启示现在讲出来。 因为这三个里面中间的一个, 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所要做的事情, 其可以满足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印象的万国都要因他的福, 眷顾他。 我要叫他分布他的宗旨和他的眷属遵循我的道。 要因公行义。 使我所成就的话, 都要我所应许的话, 都要成全。 在亚伯拉罕跟他送他一程的时候, 神就把特别的启示告诉他。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舍不得亚伯拉罕不知道他心中的。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是否有一些话不会什么人都讲的。 你会找哪一个奥多比较奢合听闻的话, 诶,这个人就讲给来人了。 你们一定有几千的朋友, 有的可有可有的朋友, 有的很需要的朋友, 有些最幸福的朋友, 只有这些最幸福的朋友可以听见你心中的话, 叫心心相应的话。 所以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 上帝讲一句话, 最好的朋友怎么有闭蜜在耳中他都听不见呢?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他。 这样亲近, 上帝就告诉他了。 我告诉你, 我不告诉别人, 因为你不是别人, 所以我只告诉你。 我要消灭首都茫茫茫茫茫。 要不然说,哈? 你说什么? 我要消灭首都茫茫茫茫茫。 我告诉你,1998年的时候, 亚伯拉罕五月十三十四号, 六千多间房子被烧掉。 两百六十多个华人的妇女被强奸。 这些事情怎么发生呢? 是策划的。 是故意策划的。 策划的人之一, 是一个将军, 我今天不讲太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会知道呢? 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前两三天。 这个大将军的太太, 打电话给几个她最好的华人朋友, 你们这几天快快买机票, 逃走吧。 那么五六天以后你再回来, 我心里跟你特别好, 谁才告诉你。 原来她的丈夫已经计划要, 策动强奸中国的女人。 要烧六七千间的房子, 这就是特种部队, 特别训练的特别技术。 他们拿一些东西, 到你的家里面, 把你的电表, 正面部电把它冲掉, 就起火了。 丢了汽油, 整个房子就烧起来。 所以他们可以在一两天里面, 找这么多的房子, 因为他们的技术是特种部队的特殊训练的啊。 这些人是权力尼最精锐的部队。 他们是要专门镇压最混乱的那些情景的。 特别训练的人, 当他们自己做坏事的时候, 也比别人更高明。 所以这个女人啊, 她跟一些中国很高级的人有一些关系。 她心里想, 我怎么可以允满, 这些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呢。 所以她打电话叫他们先走。 她说她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没有事,你们没有事, 因为你们回来已经平定了。 这件事知道是她丈夫做的。 我告诉你, 有人计划做一些事的时候, 他会告诉他所亲信的人。 所以这一件事情呢, 上帝要毁灭所多玛文沃拉的时候, 他就只告诉一个人。 是谁呢? 亚伯拉罕。 为什么呢? 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 那么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做什么呢? 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住在所多玛里面? 不是。 所以上帝不是要特别爱亚伯拉罕, 特别要救他, 所以把避命告诉他, 不是这个意思。 这完全是朋友之间, 把计划分享给别人一同知道就是。 那么神要毁灭所多玛文沃拉, 对不对啊? 神是不是在那里行一个恶事呢? 不是。 因为所多玛文沃拉罕已经满贯了。 神宽容他们的时间已经到齐了。 神判断他们回来, 继位已经过了。 所以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神公义的心法就要执行出来了。 所以当上帝把这件事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讲的话是这样的, 所多玛文沃拉罕的罪恶神众。 神闻于我, 所以我要下去查看。 那这个到底是神闻于我, 是谁告诉这个耶和华的呢? 。 当然, 神有许多的使者, 来抵替他, 折行他的命令。 他讲诗篇所讲的, 大有能力, 遵行神命令的天使, 使人可以知道一切一切的情报。 他的上帝说什么呢? 我要生判以前, 我要自己下去查看。 看他们做的是不是, 跟我所听闻的, 是一样的事情。 你甚至去到人间, 你甚至去来查看。 那这是一次很特别的这个祭祷。 因为耶和华到了所多玛文沃拉的附近。 他心智以人形显现。 这个在神学叫做Theophany, 或者叫做Anthropomorphic。 Anthropomorphic就是人的形象。 让你以人的形象显现, 人看他好像是一个人。 但是当他讲话的时候, 不是以人的第一人称讲话, 我以和华, 是以神的第一人称讲话。 他要说到摩摩来前, 他亲自以人的身份降在人间, 像亚伯拉提示, 亲自观看, 亲自走在这个城里。 就在这个时候, 三个天使里面, 两个就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所多玛文沃拉那边去的。 留下一个站在那边, 亚伯拉还没有回家。 亚伯拉送这三个人和一城, 所以送到一半的时候, 其中一个对亚伯拉讲话, 另外两个转身就走去所多玛文沃拉, 现在亚伯拉一个人站在天使的面前。 这个天使不是天使, 是上帝, 以人的身份来在人间向人行。 这是全本圣经记载这个最重要的第一次。 在神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 神经以人的形状向人显现, 神经以人的声音向人说话, 以人的口, 人的语言向亚伯拉罕诉说他的心事。 所以两个人走去的时候, 那个人站在亚伯拉面前, 亚伯拉近前来说, 无论是善手, 你都要消灭吗? 无论是好人坏人, 你都要杀害吗? 你要消灭这个地方吗? 如果这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亿人的话, 你肯不肯饶恕其他的人呢? 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的心是很善良的, 只要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 有五十个好人, 他也探望这五十个好人, 可以匹复其他几十万个坏人, 不要一同死。 所以道是上帝啊, 如果有五十个亿人, 那你原谅其他几十万人好吗? 难道你不会有几个好人看在他们的眼里面? 你怜悯其他的坏人吗? 所以从这一句话, 我看见好像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很多坏人不会死, 他们以为本来他们不该死, 连上帝对他都没有办法。 他不知道, 因为有几个亿人, 使他们沾光脱腹到现在很有死。 我每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常常经过1st class, 才进到economy class。 看见那些到哪边, 坐在哪边。 我心里想算了, 你是沾我的光脱我的腹。 你凭几个臭钱就可以坐在这里。 上帝给人贩文飞机, 就是为了我快快去传道用。 我名叫泰山, 你眼睛不能不设我这个泰山。 你几个臭铜钱就坐在仇灯那里, 好像很威风。 那这些非基督徒不懂这个道理。 但是有两三次基督徒懂这个道理。 所以有一个时候, 我坐在这个经济舱的时候, 有人从头等舱头探, 就来看看看看, 看看是我。 后来看到我旁边又是一个空位, 他们就立开头等舱, 跑到这边坐在我的旁边。 一整条路一直跟我逃到不回去。 这些航空小姐也知道她是付了很贵的机票。 我问题是有规律,有律发。 经济舱跑到那边不可以, 哪边跑到这边没有律发禁止。 那我很想把他赶走。 你花了很贵的钱回去。 但是他也不要走。 所以他说, 我哪里有机会可以坐在上帝铺人的旁边。 我看到这个比较懂事理的人。 就让他坐在旁边。 叫叫叫叫以后呢, 结果付了头等舱的票, 但是还没有跟我谈话得到一次那么多。 这样的经验好两三次。 还有一个人说呢, 藏不死他, 我要跟你一同去布道。 我说你跟我去布道, 你要跟我做三等位哦。 不不不不, 我把你三等做二等位。 我父亲给你做商务舱。 我说为什么做商务舱? 因为你超过三个钟头, 累死了。 我说你还敢讲累死的。 你不要坐飞机, 你骑脚车去才累死的。 耶稣连脚车都没有骑过, 你在讲什么。 他们说你不要开玩笑啦。 我去你付钱, 我们一同坐商务舱啦。 我说你叫我坐商务舱。 因为我上台讲到没有能力, 你负责。 他吓死了, 他不敢了。 什么唐物诗讲到没有能力, 我要负责, 全部的人要打死我了。 所以他就降下来做商务舱。 所以他们很辛苦, 很累, 位置很小的。 但是我一点不累, 我就在那边。 他们就乖乖的, 不敢汗累。 到的时候, 人家来接我们, 我笑笑的, 他又装着笑笑的, 就这样训练他们。 现在弟兄弟, 我们为主工作, 不可以先讲自己的苦, 自己咯。 都要把神的工作做好了。 所以很多义人, 成为恶人的夫妻。 很多义人, 使更多的恶人不受上帝的刑罚。 圣经这里是启示出来的, 人家不然说, 如果有五十个好人, 你要不要原谅这个城市, 几十万个坏人。 上帝说, 如果有五十个好人, 我就不配了。 讲完了以后呢, 哇, 要不然奥, 刚才讨价还价。 如果忽然间四十九个怎么办? 所以说, 主啊, 如果这其中有五个人刚好病, 或者撞车死了怎么办? 如果有四十五个呢? 主说, 如果有四十五个好人, 你不会了这城, 讨价还价成功了。 心大一点呢? 如果四十个怎么样? 四十也不行。 三十呢? 三十也不。 二十呢? 二十也不。 哇, 祷告会进步。 信心要求更大了。 如果四个怎么样呢? 如果有十个, 我也不回略受多吗? 让我摸摸了。 他心里想, 八个呢? 搞四个以后呢, 上帝不给你讨价还价的机会, 连这个也走了, 让你继续祷告。 我去订四个就是四个。 我告诉你, 有没有十个啊? 没有。 到底有几个啊? 几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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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佬的。 佬太太。 佬长子。 还有佬幼子。 两个女儿。 大概就是这四个。 所以我告诉你, 连十个都没有。 新加坡有几个啊? 就是这些啊? 新加坡为什么还没有消灭啊? 大概有罗建坡。 不是罗的, 还有罗太太。 他两个孩子也是四个嘛。 所以还没有消灭吧? 上帝说, 如果有四个义人, 我也不想。 其实到了罗马书, 你也知道, 连一个也没有。 真正唯一的义人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说, 我们今天存在, 我们是神的恩典。 我们应该得的就是第一, 就是永死。 所以, 要不然在上帝面前祷告, 最后一次的带祷, 如果有十个人, 你消灭这个地方吗? 要不然的心地, 三两万人。 等要不然讲出公义的原则的时候, 他讲了两件事情, 把一人跟二人一同杀死。 不是上帝啊, 你所做的事情。 把恶人跟好人一同看待, 绝对不是你的心情。 拿着他讲一句另外一件事情,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呢? 这里给我们看见, 亚伯拉的公义观念是什么呢? 是人的标准。 而到了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 是神的标准。 亚伯拉这里所想的是, 一人,二人,五个,十个,五十个, 几万个,是一人相比的一人。 神所说的一人根本连一个都没有。 亚伯拉在这里讲的世界历史中间, 最先了解的神权地的审判一定是用公义做原则。 加班的神论是很清楚的。 神是权地的主。 神是公义的主。 神是创造的主。 神也是审判的主。 神是全人类的上帝。 神是全人类的上帝。 神是主权的上帝。 神是知道谁善谁恶的上帝。 神是用公义审判的上帝。 神是对不会不公义的。 神是对不会不公义的。 神是审判全世界的上帝。 你的总原则就是用公义来做你的审判原则。 神是这样的观念。 我告诉你这一段圣经到现在 已经十千年了。 这是哈摩拉比 发典里面没有办法了解的深度。 今天全人类最重要的最早的发典是哈摩拉比发典。 哈摩拉比的发典里面 只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要有公义的贸易。 人与人中间要有公义的裁判。 所以你不可有不同的发麻的公义。 你的公义不可以有两种标准。 所以被人们是很伟大的。 不但如此。 哈摩拉比的发典里面还有一句话。 有人伤你的眼,你可以伤他的眼。 有人掉你的牙,你可以掉他的牙。 这个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成语的开始。 原来这个不是从中国来的。 这个不是古代的教训。 这个是差不多四千多年前, 一个米苏波大米王哈摩拉比说, 从太阳神出教给他的发明。 哈摩拉比这一块黑色的石头, 现在放在罗夫宫的里面。 这个是这一个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发展。 是19世纪发现的。 对不起,是不是在大英博物馆。 哈摩拉比发典, 那么另外一块重要的石头叫做 Roseta stone。 这一个在罗夫宫,一个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一个是代表米苏波大米, 巴比伦的道德观念。 另外一个是埃及修里面, 有关于埃及古文记载最好的记录。 在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博物馆。 但你们把那些古文字的记载跟圣经这一段相比的时候, 你发现完全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要不然讲这句话超过了哈摩拉比发典的发力的那个程度。 全地都要受审判。 无论恶人、善人都要受审判。 恶人、义人都要受审判。 审判的时候, 神不会用两种不同的发麻。 神一定用公义的总原则。 所以要不然口里竟然讲出了这一句话。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如果我给你一个功课来做。 为什么? 要不然被称为信心之父。 要不然被上帝的信念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课题到底是什么? 你找出来你会惊叹万分。 都是在别人以前看见神论中间的那些要素。 感谢上。 都神论的信仰。 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本性的了解。 对神话语的坚守。 对神的审判。 对神的公义。 古代没有一个人超过亚伯拉罕。 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呢? 然后耶和娃就离开他去。 耶和娃离开他, 走到这个首都马乌摩拉罕的地方去。 感谢上帝。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不然这么有兴趣为首都马乌摩拉祷告呢? 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长辈。 上帝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他的时候。 他坐记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遮耳就在首都马乌摩拉。 那么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的反应。 要不然如果不是一个伟大的人。 上帝对他说, 首都马要被毁灭了。 太帝说,感谢上帝。 原来老天爷有眼睛。 我那个坏战的时候, 报应的时间到了。 向耶和娃下拜, 你是公义的主。 你是称赞这个敬拜的主。 愿你的旨意成全吧。 那么他可能讲的每一句话都很苏灵。 他的动机不对。 有时候我很怕基督徒讲苏灵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他动机如何。 因为他很爱主。 他祷告中间都在咒诅人。 你要小心。 有时候看起来很热心, 传传传,好像很热心。 他真的建立自己的功劳。 有时候一天到晚这里劝那里劝。 因为他知道这个厉害关系对他。 很有作用。 所以当上帝把一个信息讲出来, 你怎么回应, 让你看起, 原来上帝要行罢了, 我的仇敌就在那边,感谢你。 主啊,你的意念真符合我的意念。 所以说,愿你的旨意成全, 因为一成全你的就是成全我的。 亚伯南不是如此。 你要下面所动吗? 你真的要下面所动吗? 主啊,我的指尔在那里。 祂曾经对我不好。 祂曾经无礼取闹。 祂曾经挑唆仆仁。 祂曾经选了最好的地方, 帮我老人家骗着贫瘠的山坡。 你说,圣燕在主,今天我看到了。 原来祂的末日到了。 你的圣燕来到了。 我感谢你。 亚伯南绝对不是这样。 祂是我们的榜样。 祂很伟大。 为仇敌, 为对祂不好的人, 在灌那个日子中间, 恳谢拜祷。 感谢上来。 请问你如何。 人对你不好。 你说,我就有理由对他不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证明你的灵性是跟那些陛下的人同等的。 你注意听哦。 当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就是你显出你比别人更高尚的机会。 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就是给你有机会用你的好挽回别人的软弱的时候。 今天早上我在教会再重塑我讲过的话。 人必须我,我感谢主。 人质备我,我感谢主。 人质备我,我感谢主。 人对我的不满意, 我都认为是预先的审判。 上帝先把要审判的题目漏给我知道。 那我就考试比较容易及格了。 那如果我从来不知道这些考题, 摸到审判的时候, 一来,发现我全部错了。 我就是死路一条了。 我告诉你啊, 你们考过书的人, 如果先知道老师出哪个题目, 你会不会感谢主啊? 哦,原来老师要问这个题。 最糟糕的,所有读的他都不出, 他出的都是你没有读的。 所以我有一个观念, 人对我不好, 我不必恨他, 上帝用他把考题漏给我。 我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早就预备好了。 主啊,你的考题我总就知道了。 已经预备好了。 不是说其他的题我不读, 我全部都读完了, 等于这一题我最熟悉的。 所以别人的批评是上帝预先的审判。 亚伯拉罕,他可以这样说, 你对我不好, 那你的事, 我不会对你不好, 我的灵性是经过这么多长矩的磨炼, 跟你们年轻人学习方刚, 不可同日而已。 当人反对你的时候, 我不会高兴, 我不会跟反对你的一同一样, 从避孔出去来反对你。 因为你是我的侄儿, 我还是爱你。 而这种观念, 这种心怀,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 因为爱, 胜过自己的感情, 人对你感情的破坏。 你对他的爱, 胜过你感情的损伤。 一个一天到晚, 只顾得怎样来复视自己受伤的感情的人, 他的上帝不是以后啊, 他的上帝是自己受伤的感觉。 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感谢上帝。 人对你不好, 是他的事。 你对他好, 是你的灵性。 我的灵性不可以因别人更低级的灵性影响, 而降低我的标准。 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 我所训练的, 我所成熟的, 这一个高等的灵性, 不会因别人而与他们同犯同样的事情。 在大概1780年的时候, 法国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两个很不同看法的哲学家, 一个叫做Voltaire, 另外一个叫做Jing, Jing Paul, Jing Jacques Rousseau, Jing就是John, Jack就是Jacob, Jing Paul, Jing Paul, 那这个福尔泰跟Jing Paul, Jing Paul, 这两个大哲学家, 他们对法国前面的命运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Jing Paul, Jing Paul, Jing Paul, 我们废除现在文明太过文咒咒的叙述, 我们把整个社会带回自然主义,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Education of Emile》 这本书说一个孩子不要受这些文咒咒的传统影响 他们会做更良善的人 他就假想有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丢在身里面 所以他就变得一个很善良的人 不像在文明社会中间那个道貌黯然有仇必报 那是只有用假的理议来遮盖他们诡诈的那种文明 哇 那个时候正在法国革命以前 富奥泰很反对他的词询 所以富奥泰写一封信给他 如果法国走你这条路 我很怕我们全国回到三四千年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代 那变成爬行类动物的古代的文明 如果不赞成 但是后来呢 Rousseau写了民优论 Social Contract 哇 纸贵洛阳 宏洞群霸 那么民优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人生而平等 因为现在的传统跟社会 凑处使人不平等 讲的话很感动人 最后一段讲什么呢 除非带到众人的同意 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控制管理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法国民主的新生 这本书 激怒了法国的王公 所以马上就一个禁令下来 这本书使法国王帝被认为是禁书不可卖 不可多 不可藏 都要叫出来用火烧掉 当罗书的书被烧 罗书被追 变成一个国际讨犯 这个时候 朱尔泰很高兴是吗 你这种礼物我不赞成 现在被烧掉 最好 最好 没有 朱尔泰写一封信 被罗书说 我正在发店里面 替你说话 他们没有资格烧你的书 他们没有权柄压制你的出版 你的书被认为禁书 是我最反对的事情 那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 虽然我反对你的思想 但是我父为有思想自由的你 是应当被认为公开可以发表你的事情 这是法国两百年前发生过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人跟你不一样 你要尊重他 人不接受你的理论 你要接受他 这是孔子所讲的君子呢 什么 和而不同 我们虽然不同 但是我们应该和谐地住在一起 来彼此尊重 然后以和谐的方式过我们生活 今天早上 我带了两次机会 中间有半个钟的时间 我跑去对要受洗 参加吸道般的那一群人 致死 然后呢 有一个人站起 我可以发问题 我要请你介绍自己 我是印尼路经的准将 我今天参加这个教会 我的太太跟我曾经一同在教会结过婚 后来她慢慢慢慢就改姓回教 下个礼拜要到麦加去朝圣 我们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给他影响变成回教 一个给我影响变成基督教 我现在更深入明白归正熟学 这个将军已经预备做我们的会友了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可以不可以支持他去朝圣 因为他的计划 他的钱都从我来的 我一定要支持他 我们许可吗 我说呢 现在你照着你们的计划去做吧 谁知道 在他朝圣的过程中间 神对他讲什么话 马丁路德朝圣以后 结果变成反对天主教 马丁路德 became a reformer after the privilege 你知道以后 after you have learned from us 可能你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你会有更深的认识 然后你怎样再传递应给他 我都不知道 但这个时候 你继续尊重她的自由 你继续用上帝的道感动她 但继续用上帝的道感动她 亲爱的基督徒 有人反对你吗 有人以你不同的看法吗 当他们落难的时候 你不要幸灾落后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落井下石 亚伯拉罕很伟大 因为罗德对他不好 罗德不尊敬他 罗德很自私 罗德自己争了最好的地 罗德最平气的基睛给他 但当罗德遇到困难的时候 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 主啊 你有消灭所多吗 如果有五十个人 你也消灭了吗 有四十个 五个你也消灭了吗 有三十个你也消灭了吗 有二十个你也消灭了吗 有十个如何呢 一直求一直求 就表示他的动机很清楚 他要挽救他的罩 他爱他的仇敌 他为仇敌的罕恼从前祷告 我们是不是不是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 所多玛摩摩拉怎么样被毁过 我们低头祷告 那我试试 让我们回来 这是我们去求主帮